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但是怎么可以跟台湾比呢 但是台湾比也漂亮哦 对对对对 会说话会说话 所以呢 咱们今天就可以谈谈这个话题了 就是这个宁泽涛嘛 小鲜肉嘛 念宁还是宁啊 我问他们 他们说又念宁了 对现在念宁 以前规定是念宁 后来呢又改了 就念宁 播新闻的时候都念宁 咱们可以看看啊 这个说是拿下了第一个亚洲人呢 拿下100米自由泳的金牌 哎 徐老师 这相当于100米短跑的这个 200米短跑 相当于50米自由泳 相当于100米短跑 现在啊 长相还是比较重要 我看长相比实力还重要 你 他要不是长这模样 对吧 你比如他要是长一个赵本山的模样 我估计 那也奇葩 那也奇葩 那本身又能拿金牌 但是他重点的是这个身材 对 你这没讲到要点 这个脸是一回事 脸大概占了30% 后面70%是这个 不 脸也是一部分 他是九一身材 知道吧 哎呦 接着看啊 接着看啊 怎么叫九一身材 他身高1米90 但是他的全身 头跟全身的比例是九头 九头身 就是model的专门身材 就是头就 他是湖北的吗 他不是 九头鸟 接着看啊 怎么不让看了 接着看啊 哎 就看 我觉得这是故意的 这是故意的 其实孙杨这次成绩也很好 最好了 最好 拿下最优秀运动员 两个金牌 对嘛 中国一共五个 孙杨拿下两个 对嘛 所以大家看就知道 这个媒体的处理啊 就可以影响人 对吧 实际上他是最优秀运动员 对不对 这个孙杨 只不过因为跟女的打了一架嘛 就是 就是心脏不适 我们真是同病相连 说是这个 他真的有一回是参加 四成两百米接力的时候 就因为心脏不适倒在泳池边 啊 这当然不是这个了 你再看下边 就是 你看这是外媒的报道 这个孙杨 这是以前的 这次是1500米自由泳 因为心脏不适 退赛 是吧 他自己都讲sorry 你再看下边 下边 我认为跟他就 将来没准发展的 不打不相识 可以有故事 巴西女游泳运动员 这事我比较感兴趣 对吧 你 你知道细节吗 原本就说退赛 原本就说前一天说 什么心脏不适 然后大家就一段留言说 不要硬拼啊 什么什么做的好啊 没关系 下次再来 什么什么 隔天故事就错 就改了 就说是巴西的 这个游泳的教练 就出来说他是因为前一天呢 在这个那个热身的这个热身池上面 他人说成热血 就是那个在这个热身池的时候 跟一个巴西的女游泳员发生了争执 然后不想要让他来用这个泳池 就好像踹人家一脚海干嘛的 然后人家媒体就爆出来说 就因为是这个原因才退赛 但是就很多的媒体就来说 有这回事吗 没有这回事 就把前一天原本大家只是想说 一种爱国心态 第二天嘛 就哎 是出来闹事的吗 就完全不一样 哎 我打听的更详细 就是跟巴西女游泳员热了个身 为什么是热身呢 就是哎 这咱闹不清喀山 喀山是个什么地儿 修罗斯的一个 修罗斯 我记得好像跟这个俄国革命 有点什么关系 喀山 列宁是不是去过那 我也不记得 喀山 名字很熟悉 对吧 喀山的这个世锦赛 他那个热身池子啊 说是人家也有潜规则 这潜规则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里边练 但是你不能带那个脚谱 据说这个巴西女运动员呢 在孙杨的这个道上 他带着脚谱 而且说 而且说巴西这个好像比赛完了都 说你比赛完了 你还在这 我估计也是孙杨不解风情 人家为什么专在你身边 他为了什么国内比赛 搞什么热身吗 幼稚 幼稚 他这个扑腾 你看这女的 他在你身边情商逼 孙杨就情商逼 运动员 他就没办法 上次开车 反正他的朋友女朋友 也是一大堆事情 对 那巴西你明年就可以再见面的吗 你要叫我我就会来事 那当然明细了 这姑娘在旁边 扑鲁扑鲁扑鲁的去干嘛 那其中一个掉下来了 你就帮他填下去找回来 这就行了吗 而且长得不错呀 所以两位是在感叹说 你们去游泳的时候 没有人在那边把这个谱给掉下来 而且孙杨他做的动作就是 哎 抓住了人家的谱 他抓住人家脚谱 真是离谱 这个离谱没错 不靠谱 不靠谱 夸杀人谱 最后你看姑娘挠了 姑娘挠了 咣又拽拽拽的一脚 他还不解风情 这不是打是亲吗 是爱吗 就是夸一下 孙杨好像就是 就是发生了一些冲突 弄起来 好像还有15个巴西运动员 这时候也是吃醋了 其实是傻了 我们的女神去攻打你 我们练的时候 你怎么不俩不扑腾 对不对 你跑了点中国的这个 所以完全会错了意 整个 原来这故事是这样发生了 所以我练得跟着完全不错 而且你想 经历了这么一番事情 心脏能好得了吗 对不对 心脏出问题也是真的 对不对 你想这样的情况 肯定不是 往往有时候他反应 比赛期间透支过大 那脑子有点失神 回宿舍之后 明白过来了 现在后悔过去 常数都悔清了 能气出心脏病了 好家伙 这刚才愣没看出来 哎呦 怎么辜负了人家 辜负了人家 巴西女营运动员 这一片 没事没事 明年很快 孙杨不是还跟我们一起 做过节目的吗 很可爱的 对很可爱的 讲话也很能处理场面 就是碰到我们男的 他就镇定 当然我们这也是另类的解决 对吧 对吧 咱俩可能就是这情况 对吧 孙杨大概有别的理解 你的理解 是 没有我估计就是 可能在比赛之前 这个求胜 求胜的欲望很深 他就只是想说 我专注在我的练习 你干嘛来 这个打打闹闹 我年轻的时候 要是女孩子 约我去游泳 那就是 要干不正经 不是要干什么 好想知道 会有不正经的心思 为什么 就是双方最会有点 哎 游泳 游泳 一下穿那么少 就熟人 就站在眼前 平常好意思穿那么少 女孩子要答应说 那个时候我们约会 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女孩要答应说 星期天跟你去游泳池 这事就 韦杰记住了 他要求你去游泳 我现在写下来 我想说去游泳没什么 不是夏天到游泳很正常 原来是有别的意思在 我现在才知道 所以要不然 这中国女的还是比不上 巴西女热情 人家还带着脚谱 道具都带好了 象征着这种欢乐的心情 这是弄得心脏不适了 这是 咱们讲点正经的 行吗 但是你这很正经 你这很正经 你这是以情人之心 度运动员之父 对对对 我呢 是以小人之心 度运动员之父 没错没错 我的小人之心是什么呢 因为前一天 这个宁泽涛啊 大红 对 他一天大红啊 我们的网络上的人呢 喜欢小鲜肉 这我也非常理解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去看当天 就是他刚夺冠的时候 升上去啊 就有人踩孙羊 这个事情我搞不懂什么道理 就是说 是一种什么心理我不明白 就是说 我们出了一个100米的冠军 这很了不起 对不对 而且他长得又帅 这很好 但为什么马上 你可以去查回来 就马上就有网友 当场就在那里 这太容易理解了 啥意思 我觉得不这样 才不正常的 这不就是人性吗 对啊 尤其是中国人的人性吗 不就是人性吗 我觉得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会有新主播 新主播面试或什么的 只要这个消息出来 大家会说 哎 怕不怕 担不担心 对啊 就是这很正常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心 而且大家都抱着一种 看戏的这个心 就是看戏 调你一下调你一下那样 就是看戏 但是那那到过来就是这样了 我不知道孙杨在那个时候会不会去看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有人有任何风言风语传到他耳里的话 那作为一个人情绪会受影视 接下来再碰到巴西女的 再有脚步 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有连贯性 当然了 我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 纯粹是以小人之行 杜君子之父 就是说 但是我想说的是 网上的这种评论 我觉得是不公平 对运动员 就是你喜欢这个小宁 则涛这个 小鲜肉 小鲜肉 我非常理解 人家孙杨也中排骨嘛 人家也还是小鲜肉 人家也还是小鲜肉 人家也小鲜肉 孙杨长得也不丑啊 就是啊 孙杨长得也很好 我觉得就是一阵一阵 你凭你的一个女子的芳心 你喜欢谁 纯粹从女性的角度 小鲜肉 你也喜欢宁泽涛 有没有我觉得 我喜欢 就是其实也是媒体的报道 也许我的认知不是真的 就说宁泽涛 宁泽涛 他有很多的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 有人说他是一夕爆红 但确实也不是 因为很多媒体过去又挖出来 他一些 他的训练啊 做人啊 他人穿的时候 亚云会的时候 拿了四个金牌 已经出名了 然后就会变成说 让我觉得说 他确实就是很有 就是很有 运动员这种朴实的精神 比如说就有文章说 他是 比如说所有的任何的活动 都是 游泽队帮他安排的 他不会就说 我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做什么 就是企业没有那么省 然后他在比如说像孙瑶拿冠军啊 拿什么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马上转发 然后是 就态度上的那个感觉 我就会觉得说 他感觉就是 就隔壁家很可爱的小男生 然后又乖巧又会念书 你就会觉得哇特别可爱 这样子 现在这个女生 比较喜欢寻良的这个男生 我个人比较喜欢寻良一点的 好让你利用是吗 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保护 现在就觉得哇 他好认真哦 应该多给他一点鼓励 模样呢 模样的话 就其实 也觉得他长得阳光一些 其实两个都阳光啦 你说说说真的 你说真的长相 两个人都是游泳都高 然后都帅帅 他长的是阳光 但我觉得孙瑶啊 将来有往长成一个大师的模样 他会有声可 你看 我有时候看见孙瑶这个脸 然后想起丢了 轮不到那个时候 人家就把他们忘掉了 运动员老了 那时候 那是很 除非他做别的事情 像李宁这样做大老板 其实有些是真的 那个宁泽涛很晾载啊 游的也好 这都是真的 但有些也是误解 比方说有的人称赞 说他夺冠以后啊 不像孙阳这么 派水花庆祝啊 也不像 你记得刘翔吧 刘翔 那个时候 哇 他也国旗 他也指国旗 但他的态度比较沉浸 他道歉了以后啊 我因为看实况吧 他道歉了以后啊 后来其实后来 他实际有解释 他近视眼 他一下子没判断 他拿了冠军 所以呢 就被人读成是 沉浸 结果并不是 还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呢 你知道他现在是 罕见的一个人物 在中国啊 得到商家跟官方同时的点赞 商家怎么说啊 刚刚拿了一个冠军啊 已经有人给他算笔账 说他今后五年啊 广告费可以到五亿到十亿 说他要 现在正好中国是在一个偶像空缺期嘛 李娜退休了 姚明退休了 刘翔退休了 一下子顺扬还接不上 他们觉得他可以承担这个任务 帮他算账 记住吧 假如他有这么多广告的话 你刚才讲的什么活动不张库 很快就要打破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但官方为什么点赞他呢 进军礼啊 你看他升旗的时候 他是海军啊 所以呢 那不就官方 那还有军方了 总政治部发贺电 这是当代军人形象 是吗 所以你想 一方面是几亿几亿的广告 伤什么张大的嘴 一方面是总政治部署标兵 只拿了一个金牌 我如果是孙杨看到这些 我应该也心脏不舒服 只拿了一个金牌 不光心脏不舒服 其他运动员 我估计明天都心脏不舒服 而且前几年 他还为禁药停赛过一年 现在人家也不提了 这是 那你怎么你又提了 这样再也行 广告之后见 别客人 你一直留在这张 这张 你知道郭 你想怎么说 區 你 不舒服 questi 不生活 EVERY 你说这个孙杨 是不是也是有点 有点够黑的 有点点背 我觉得你不了解的人 你实际没有资格 对他的为人说什么 也就是说难道 姚明就一定比刘翔靠谱吗 咱们都不认识 对吗 但是你看他就很有意思 这姚明形象就好一些 刘翔就围绕着很多事 你看这个孙杨也是 就是你看这有缘评论说 包括国外媒体 就你刚才讲这种心理 不光是中国网友 说国外媒体这样黑孙杨 有意思吗 这是很奇怪 为什么有的运动员 好像这些媒体 或者什么就选择 就黑他一下 就有这个心思 当然有些都是个性的原因 孙杨是个大孩子 有些事情 比方开车啊什么这种就是 那菲尔普斯也这样啊 你看这个八块金牌的人 在美国最后也是开车啊 什么吃药啊 搞一大堆 但美国人也谅解他 既也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天神 也不会觉得他就是什么犯了罪 但是你要讲规律也有规律 你仔细看这个 我们来说目前来说 这个四大偶像 你看 姚明跟李娜 相对来说是软着陆的 他们赚够了钱 现在下来形象也还可以 还能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单飞了 他们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的体坛市场 他们后面有专业的队伍在操作他们的广告事宜 注意他们的形象 所以你看他们 你找不到太多的负面新闻 除了李娜 有时候说话 刘翔跟孙杨呢 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国家体制 跟这个巨大的经济的广告市场之间的尖锐冲突 刘翔就是这么一个大问题吗 因为他田管中心啊 那个时候有一度啊 一半的经费都靠他的 他们好多个亿啊 这个钱在支持田管中心啊 但是你说这个怎么管 因为目前那个小鲜肉也是一样 他的所有的权利 都是属于游泳中心的 所以将来那个多少个亿的事情啊 又是麻烦一大堆 所以你说这个我就觉得 实际上咱们有些人对别人平头论足啊 可是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也有一个错觉 就是你老觉得别人是傻子 老觉得你聪明 其实谁是傻子呀 谁都不是傻子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 有一个名人 他要是身段有点尴尬 你觉得他那么不对劲 多半是因为他身不由己了 他做不了自己的主的时候 他受各种各样牵制 你就看着他这姿势有点难拿 他就是这种 刘翔那你想那个时候他赛不赛 退不退前前后后 他的教练 对不对 他的后面的整个队伍 你说如果是一个自主的人 他当然知道什么时候上坡 什么时候下坡 他会想的好好的 是吧 就有太多的大气背在身上 身不由己 那我那天也看了一个文章 他就说其实媒体 就是现在的王诺敏在炒作太厉害 任何的风吹长都可以炒 他说但是呢身为一个运动员他应该回归本质 就是他运动的本身 你可以就是说如果你做得好 就像就像Michael Jordan 或者是那个Coby Bryant Coby Bryant也是一个非常猖狂的人 但是Coby Bryant打得好 大家还是就算觉得他很讨厌 他球打得好 这是他的本质 大家还是愿意去看他的球 不过因此说 我不喜欢这个我不看你打球 这几率就少 广告这个东西啊 现在讲颜值这个东西 我有个比方 他就是零 运动员的成绩啊 是一 一般的人呢 长得不怎么样 比方说照本山如果游泳的话 他只能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一等于三 这样来取成绩 可是有颜值的人呢 一加零 再加个零 再加个零 你明白没 他就是这样上去的 但是聪明的运动员 我相信宁泽涛他都知道 一是最重要的 没了一 这些零是什么 你能想象 赵本山你在游泳池里 我觉得赵本山 我觉得赵本山 你今天回去 你觉得自己很可怜 随时都要被人家说 没有九头身 还要游泳 只能一加一 但赵本山是有天才 他在他的舞台上 没错 他是一加了很多零的 赵本山要是从游泳池里 钻出来 那就像陈冠希 对不起 对不起 无意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 最后见 而且你看现在这个颜值 我觉得也是反映 这个弱智的时代到来了 是吧 有个标准 这宁泽涛和孙杨的区别是什么呢 大头和小头 对吧 现在是不是觉得喜欢小头 偶像 我喜欢比例 你看你刚才说的是谁 金秀贤 金秀贤 对 他们现在把金秀贤 说他那个星星来的你 在大陆圈前圈了十亿 现在把宁泽涛来的 跟他比 我说哪怕宁泽涛 跟他整产了 那个金秀贤 可以到商场里转一圈 宁泽涛也被他们这么转一圈 你知道现在真替他担心 因为你看孙杨 他已经是拿了很多冠军了 他而且你看他四百米 八百米 一千五百米 可宁泽涛的一百米拿了金牌 五十米连预赛都没进 对 他们说这比他一百米拿了金牌 还让人吃惊 他说五十米 所以你对个运动员 我觉得真是宁泽涛应该非常非常冷静 不要想杜教授那一套 赶快先把微博微信关起来 你觉得他能hold得住吗 其实我觉得 那么一个年轻人 但我觉得如果说他就是 维持在一个系统里面 还是持续的受训练 还是会吧 理智的人都还是会 那天晚上真的 你说今天这个颜值 我认为是 不是不是颜值颜值 可能是女人的声音 对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 越来越大了 我们现在真是经常见到 就是比如说喝酒 往往男的都成了陪衬了 真是我现在真的觉得 你现在真的好忧郁这件事 女人的势力 我一点都不忧郁 我非常高兴 一胖钱没有 一胖毁所有 一胖毁所有 一白遮食丑 一胖毁所有 就是 就是现在 就是那天晚上刷屏 说多少个 我去看那个朋友圈里 全国都是宁泰泰泰 女的 那个女的 都疯了 有点分寸 小钱又脱衣服的那个 动图带有八百张之类 然后还有 女的贴上去 PS上去 还有人写着 你说你觉得你们女人 现在还有体统吗 但是我觉得要平心而论 你们看 你们怎么对林志玲 对啊 你们林志玲穿比基尼 也说你们也是真的 林志玲找不到 波多野节衣也好 是不是啊 太不像话了 你们知道是舔电视萤幕 舔手机屏幕啊 所以是一样的 舔屏 对吧 还有一个词叫舔屏啊 所以就舔不到真人舔屏 一下屏幕自己也开心一下 那上面大肠感军 最多了 所以不要手机随便减压 舔 我也传染病 你们会舔屏 我要顾一下我的偶像包袱 不要告诉别人 就是那天全刷的 就是这个模样 这深深我就明白 当年说这个台湾这个选举 为什么选了马英九 不都是说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 开放了妇女投票吗 就是 还管不管能力了 不是 当然宁子涛人确实又有呢 今年好了 台湾两个女的 对吧 现在全是男的 还有加一个那个宋楚瑜 现在是两女一男 那还有老太太 那让女选民们该怎么选择 女选民可能气票不投吧 对 女选民就投一个难看的吧 我觉得今年台湾女选民真是 如果有红秀柱 还有谁 蔡英文 蔡英文 宋楚瑜 这三 投票率可能创新低之类的 可能投票就是一半 我看宁泽涛就移民台湾 真的 他可以参加这个选举 关键我现在发现就是小头 这个你这个时代怎么就喜欢 我们这些大脑袋完了 你知道大脑袋在我小的时候 是被哲学家罗素爱因斯坦 就叫做大脑袋 这就是薄薄一词 可是今天大脑袋 是丑鳖的一个代名词 就是最火的就是小头 小头代表弱智 脑容量小 我觉得我想量一下 要你今天派我来这节目的 是来被攻击什么之类的 没有没有 后面是原来找的都是大头 你代表的是现在流行的审美观 我们都在这里做自我检讨 可是徐老师行 在这你看文道和我加起来 其实徐老师头算较小 而且人家有九头 主要不是小头不小头 郭敬明也小头 人家也不知道 比例啊 不是你这个比例是对的 下次我们可以安排一下走秀吗 他算九头圈吗 这乱讲 我待会讲一下就知道 一般的人是七头 一般的人要有常识 九头是很好见的 九头是很好见 人家还有腹部八块肌肉 徐老师 徐老师腹部也有 几条线的 什么事情 目前说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还是中国队的中流砥柱 但是这次有点好是什么 金牌虽然跟两年前一样也是五块 但是有七块铜牌 其中有一天晚上举行的所有项目 每个项目都有中国队 都有第三名 就是那个国旗啊 老在那里晃 老在那里晃 那这个你知道铜牌中国以前不重视 其实是说明一个整体实力的 算不错 算不错 你说人种在改变吗 遗传在改变吗 我个人觉得 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况了 但是你要仔细了解一下 这些中国的拿成绩的运动员啊 大部分都不生活在中国 他们都是专门有外国教练 常年在澳大利亚 像那个宁泽涛又是 他的教练是 他们常年人都在外面 如果你这样水土啊空气啊 他都已经不是做 他们是在世界最尖端的科学训练 运动发展到今天是一种科学实验 对对对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可是换个角度在想 他只有很顶级的运动员 他才有这个享受 他才有办法去接受外国的训练 所以国家花很多钱啊